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从前有一位汉子一直在找一条万能的真理 希望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用得上 然而苦心无果 于是向一位智者请教 智者听后送他三个锦囊 汉子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有三个小纸条 依次写着冷静 转弯 释怀 汉子看着这些纸条 一时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收好了锦囊 败别了智者 令汉子意想不到的是 当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三个词 竟让他受益终身 每当面临一些令人纠结的难题时 这三个办法总有一个能帮他顺畅地解决 一 有一种聪明 叫冷处理 汉子的职业是卖钢 他每天都会早早起床 挑着钢 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 到山那边的急镇上去卖 有一天早上 天还没亮 汉子摸黑走山路 一不小心脚踩空了 左边那只钢一歪 钢盖便顺着山路滚了下去 哐哐当当 哐当当当 听着这声音 汉子又心疼 又气急败坏 自言自语道 这下糟糕了 那盖肯定碎了 这钢肯定也卖不出去了 还得费力地抬着他下山 一大早的真是倒霉 说完 气愤地抬起脚 想都不想就把那钢也踢了下去 然后继续前行 走了一会儿 天渐渐亮了起来 汉子低头一看 发现刚滚下来的那个盖 靠在一个树桩边上 他上前检查 发现竟然完好无损 不仅心中一喜 但转念一想 那只钢已经被自己踢了下去 留个盖 也没有用 摇摇头地感叹了一句 造化弄人呀 汉子越想越生气 抬手一扁担下去 把盖子砸得粉碎 巧的是 汉子走到山脚下 发现那钢竟然好端端地立在草坪上 汉子又一次又喜又回 但已经挽回不了 只能垂头丧气地瘫坐在地 这时他想起了智者的锦囊 恍然大悟 拍了下自己的大腿 怪自己刚刚太冲动 很多人都替汉子感到可惜 倘若他遇事能冷静点 而不是只顾着发脾气和意气用事 也不至于最终想挽回 却于事无补 古人言 三思而后行 便是提醒世人 无论遇到什么事 先冷静下来 理智分析当前的情况 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 有一种智慧 叫学会转弯 后来 汉子所在的村庄 掀起了一股采珍珠的热潮 很多人为了价值连城的珍珠 纷纷奔赴村庄 但是人越来越多 珍珠却越来越少 这时对于很多人来说 便面临着两个问题 留在村庄 便会食不果腹 水源紧缺 回家的话 又不甘心不远千里 来到这里却一无所获 留下也不是 离开也不是的境地 让人陷入痛苦和纠结中 一头扎进采珍珠的行列中 却颗粒无收的汉子 此时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采珍珠的想法渐渐变成了他心中无法抹灭的执念 看到蜂拥而至的人群 汉子突然想起肢肢的第二个锦囊 改变 汉子痛定思痛 一番斟酌后 决定放弃采珍珠 转而用为数不多的钱 拉来食物 水和衣服 由此赚到了第一桶金 接着又用第一桶金去做更加耐磨的衣服 极大的满足了其他采珠人的需求 很快便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后来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大商户 俗话说得好 天无绝人之路 遇到困局之时 破局的关键是学会换个角度看待事情 生活从来都不是单行线 懂得转弯就能于转角处遇见另一番风景 曾有一个小禅师问小沙弥 如果进一步择死 退一步择亡 你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难倒了小沙弥 进退两难的局面 让人找不到出路 小沙弥苦思冥想了许久 也回答不上来 看着紧索眉头的小沙弥 老禅师笑着说 你可以往旁边去啊 小沙弥恍然大悟 原来把自己的困住 往往是自己的心态和见识 往旁边去 说白了 就是此路不通的时候 要学会转弯 学会变通 路的旁边也是路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治理名言也在提醒着世人 一个人拥有转弯的智慧 总能在山崇水浮夷无路之时 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之喜 三 好的人生要学会释怀 遇事冷静地面对 又积极尝试了很多办法去解决 可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又当如何 学会释怀 不可否认的是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 是无法完全由自己说了算的 总有无可奈何 失落沮丧的时候 当某件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并给自己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伤害后 唯有释怀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有一天 汉子回到家中 发现妻子坐在房里 一脸的闷闷不乐 便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 妻子今早上街买菜 准备掏钱付款时 才发现钱丢了 回到家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因此闹心地连饭都没心思煮了 崇眉苦脸地一直想着那丢了的钱 耿耿于怀了一整天 汉子听后想起智者的第三个锦囊 释怀 于是对妻子说 上次你在老街上捡到钱 也只是兴奋了一小会儿 可现在丢了钱 却哀声叹气了这么久 还茶饭不思的 这可划不来 妻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心中欲解顿时云开雾散 很多事不是你悔恨纠结就能好起来 很多人本就是过客 无需千千结 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句话说得好 过日子是过以后 不是过以前 对错误释怀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对怨恨释怀越过人生路上的高山巨石 对失去释怀拥有收获惊喜的机会 浴室最有水平的处理方法是冷静 尽量避免一惊一乍 把握住事情的转机 是当前进的路已经走不通时 别撞了南墙还不回头 硬要钻牛角尖 该转弯时就转弯 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是当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时 学会释怀 放过自己 也放过别人 希望这三种方法 也能对你我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